顺治皇帝的母亲是蒙古族人 蒙古族普遍信仰佛教 所以受历史和家庭的影响 再加上自己一些特殊的原因 顺治就跟和尚结成了很密切的关系 顺治十四年 1657年 北京的海会寺从南方请来一个新主持 有一天顺治去南院狩猎 途经海会寺 与新主持交谈 谁知两人交谈甚欢 一见如故 此后顺治又多次在西院万善殿 接见海会寺的主持 讨论佛教问题 从此顺治对佛学更加感兴趣 他希望新主持 能介绍更多的高僧 来北京论道 顺治渐渐沉迷于佛教之中 而不能自拔 在诸位高僧中 对顺治影响最大的是 玉林秀和西僧和尚 玉林秀是著名的禅僧 自是清高 经顺治多次邀请 才肯进京 顺治对这位体貌言行 超然脱俗的高僧 毕恭毕敬 特请他给自己举个法号 叫行之 顺治十七年十月中旬的一天 顺治突然宣布自己要替发为僧 他不顾任何人的劝阻 就静止到西院万善殿 替发去了 顺治的做法 一时间引起了宫廷内外的轩然大波 顺治为什么要替发为僧呢 这得要从他的两个不幸经历说起 这两个不幸经历 一个是黄四子夭折 一个是董厄妃去世 顺治十五年正月 顺治的黄四子 不满周岁就夭折了 生母董厄妃哭得昏天黑地 顺治也十分悲痛 顺治对黄四子平时十分真爱 视为掌上名誉 黄四子的不幸夭折 让顺治从此精神不振 日渐消瘦 他开始经常与高层们在一起 对国家政务也不像以前那样勤勉了 两年后 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 董厄妃病逝 董厄妃是顺治最宠爱的女人 董厄妃的死 对顺治是个致命打击 她悲痛欲绝 挫抄五日 董厄妃死后 顺治简直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终日精神恍惚 心不在焉 她开始整日与高僧们在一起 谈情说道 完全沉沉于世道之中 从爱子之死 到爱妃身亡 在这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 顺治接连遭受打击 她心力焦脆 万念俱灰 一心向佛寻求解脱 她说服了西僧和尚 为自己剃度 这就是顺治 为什么突然宣布 剃度维僧的原因 这一天 在西院万善殿的正堂上 众僧身着法衣 素裂两旁 顺治虔诚地跪在正堂前 等候西僧身和尚为他剃度 正当西僧为他剃去一半头发时 西僧的师父 玉林秀赶来 阻止了剃发 玉林秀严厉斥责了西僧为顺治皇帝的剃发行为 并劝顺治回行转意 暂且挥空 开始顺治 只是闭目不语 玉林秀健壮 就让众僧架起柴火 要把西僧和尚活活烧死 来逼迫顺治回宫 顺治被逼无奈 只好暂且回宫 10月15日 顺治再次来到万善殿 召见了玉林秀 再次申明想要出家 玉林秀极力劝努说 你应该好好做皇上 这样才能保护好僧院 弘扬佛法 听了大师一番劝解 顺治才答应不再提出家的要求 至此 顺治出家梯渡的风波 才渐渐平息下来 两个月之后 顺治18年 1661年 正月初二 顺治到闽中寺 看他的心腹太监 吴良甫 梯渡为僧 回来之后 便深感不适 不幸染上天花 病情日渐加重 五天后 顺治病逝于紫禁城养心殿 十年24岁 临终前 顺治立下遗嘱 遵循祖治火化 法事由 顺治三大遗嘱 四火化 然而 关于顺治皇帝的最终结局 历史上一直有许多争议 成为清出三大遗案之一 野史记载 顺治皇帝并没有在24岁那年去世 而是薛法出家了 那么 野史中又有哪些记载 这些记载又能否经得住推敲呢 我们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说 十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